金曲獎 我來了 大家晚上好 使用中國用語抓到了吼 資深藝人高杰 日前參加第35階金曲獎 受邀擔任頒獎人 沒想到開頭一句 晚上好被部分網友炮轟 表示翻台語獎項 講中國用詞 認為台灣人應該講晚安才對 一句問候語竟慘遭出征 昨天高杰為自己的新電影宣傳 大哥就是大哥啊 不甩外界批評 以大家晚上好為題發文 表示社會很單純複雜的是人 遇附上一張霸氣十足的帥照 跟著網友質疑 你大陸人嗎?講什麼晚上好? 高杰則正面回應 我父親上海人 母親浙江人 我台灣出生 祝你一切安好 晚上好 高杏上的回應 獲得一票網友讚賞 傑克霸氣